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这一节呢我们继续画昆虫 昆虫呢我们是画细色 细色是非常有趣的一样东西 那么我们是用水门来画 焦一点 浓一点 这样的画得很有精盛 先画它的头 要重一点 让它的头部的光色都画出来 它的背上颈部 那么后面这个鱼呢 它这个细色的伤鱼呢 你要用细鼻 我这枯鼻把它擦出来 你那干一点呢 干一点呢你可以用枯鼻擦 后边一刹 后边一刹 好 那么 你再画它的大蹄 这个大蹄 先画后面的一定要提 啊 前面一定要提啊 但是这个大蹄 我这就会用枯鼻子 它在这个大蹄上颊子 这个大蹄上颊子 这个大蹄上颊子 这些大蹄上颊子 这个大蹄上颊子 这个大蹄上颊子 它的杜下面也把它画出来 它还有两个石,很厉害的两个石 画出来 也可以向上 后面还有两个 我们再炸一点颜色 颜色就是扎实 扎实里面也要放一点磨 现在这个踏大厅上 它在翅膀上呢,你要带一点 带一点,在手上 我们枯臂,少一下 有点光色 好,怎样呢 我这个锡色也不是公笔 是一种带写衣型的,看起来有味道的 那么我们再画 做满了 做满了 有轻的跟扎实实的 有余 我们细花 拿小臂来画 细花扎实实的 好了,我们用 我们用 磨变勾出来 先把它前面的大体画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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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个别哭了 没少了还在画 这样看起来挺有味道 两个眼睛 后面的大体 我们再颜色 这个颜色呢 这个是藤黄扎实 还有一点梦 它这个肚皮上的颜色呢 比较淡一点 用淡的扎实来好不好 伤体也可以淡一点 其实它是一种宝物色呢 跟那个泥土啊 枯叉差不多 这是一种啊 我们再画一种 我们画那个头粮好了 头粮呢 它这个头呢 是比较小一点 颈部 刺盘 大体 花椒的时候一定要慢 很肥,很油烈 感谢观看 它这个肚子要把它画出来 比较大 后面还有两个枪 这个两个枪其实是伸出去 这两个枪一定要离头纸笔,不能浮 我们先用水蒙,软一下 接下来呢,用扎实 扎实了 腿上要有点溜 腿上要有点溜 中间放一点红灰 好,这个豆粮我画好了 还有一种叫麻扎 麻扎是土著色的一种东西 也是跟那个豆粮差不多一粒 要大一粒 银腿是一样的 用并,一定要沉重,稳重 不要浮 它的翅膀 它的翅膀 好了以后呢 你也要用那个扎实 加点蒙 干一点的 把它用车缝来擦一下 看起来很酷 擦一下 那么等一会呢 用带的 让它昏开 让它昏开 这样看起来呢 有种透明感 枯的一色的交到一起 有种透明感 那么我把它大体画出来 好 咳 好 вот 那 它的肚皮有很大的 在这个头上出来 这里有点带,你可以再补一下 两只眼睛要深一点 好,这个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画那个糖浪 糖浪呢,我画这个头,两只眼睛画出来 嘴巴 它的颈很长的 那么这里,它的大琴 这个琴上呢,它扎着一扇做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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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点大体 它的臂我把它画出来 臂上的鱼要画出 它的度比唐兰的度 唐兰度也比较大的 拿笔还有一点大体 拿笔的体也画出来 它有两个出书 它的移 可以用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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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去画出它的下部的度 胸前 眼睛也有点做黄 上面用清的 它清的里面 肉里面要放一点黄 带 到胃部了 要加一点扎实 好 烫了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画一个天牛 天牛基本上都是黑的 所以我会用墨来画 墨要浓一点 西花头 可以用胶墨 枯一点表情 把它的硬刻画出来 来 你留意点白 可以 好 他浑身是喝的了 所谓的花菜的椅子 很有劲的 用枯臂 它的初速是一挤一挤的 所以画的时候也要画做筋一样 一振一振一振 振得也很松凌 要很有劣 这里面可以放去扎实 看到一点扎实 好 这个是天牛 同学们 我们画昆虫呢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枯提 你可以自己到野外去做一些小的昆虫 放在N头 仔细地挂插 按照我这个描绘的方法 来描绘 是很有味道的 那么这句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呢 要画呢 花灰跟昆虫 组合起来的作品了 贴族 成盘 每朵 中华 家 二 一 一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